民主 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 4号起在北京举行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多个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 线上线下参会 与会嘉宾围绕民主的多元起源 终极价值 实现形式 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议题 深入交流讨论 与会人士指出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 是人民当家做主 中国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 维护人民权益 激发人民创造 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提出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 并大理推进 民主价值和理念 进一步转化为 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 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 中国民主之路越走越宽广 与会人士强调 最适合一国的民主模式 应有每个国家的人民决定 各国应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交流互建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民主这个词的意思 就是由人民进行治理 中国通过对人们的生活 进行真正的改善 最终使得真正的人民治理 得以实现 事实证明 中国的民主理念 具有独特性和优越性 中国的国家机构 治理体系 时时刻刻 方方面面 都强调 跟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 在全过程中 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这就是中国民主 追求的价值 有独特性和优越性